一个知识 那我最后把时间还给家人 Q&A时间 OK 谢谢Mark的介绍 好 然后这边大家有时间 现在应该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少朋友QR Code 或者是把这两个email拍照 或者是记下来 之后你有任何工作相关 Claus Bridge的工作相关的东西 都可以做询问 那我这边我先整理 我们手上预先在会议前 有收集到的一些问题 我先来帮大家做解答 然后第一个的话 就是工作内容跟环境 那我这边可以 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的 Claus Bridge的顾名之一 它的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 客户会开case进来 我们要帮客户解决 所以说你可以想像 你们上班以后 就是要开始帮客户解决问题 但是你也不是说像机器一样 就是你上班八九个小时 就是一直在解问题 解问题 完全没有喘息的时间 你假如解决一个问题 你假如需要深入研究 你就可以先去做lab 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你安排 不会有人在后面 跟你说你现在的case 做得怎么样 你还要多久才会做好 不会有人这样去控制 你一切都是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上 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境 可能是会把你的case 抽换掉呢 有可能说 有客户 他可能升级某个case 他变得很紧急 有production的影响 那跟你手上的case比较以后 你手上的case可能相较于 那个case是general guidance 所以说搞不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抽换掉 这样子 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除了做case以外 我们还会有sharing 你也可以把你的专场做分享给其他人 除了sharing以外 有customer engagement 那在疫情前的话 我们其实多少都会有机会去客户专场赛 但是在疫情后 我们全部都是remote remote圆端 所以说常常会有客户会想要知道说 我用这个service我们比较轻 有没有什么陷阱 什么点 什么设定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这时候就是大家上场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每天帮客户解决case 我们对这个service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知识 然后我们也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客户都遇到哪些问题 这时候你可能会跟我们的另外其他 RAW sales SA或是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他们就会来邀请你 然后准备一些材料 然后分享给客户这样子 所以也会有customer engagement 所以你每天的生活的话 除了解决case是基本 但是你可能也会参加有很多其他的 其他的event 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所以这个是每天大致上的工作内容 然后工作环境的话 其实就 我觉得环境还不错 像在以前我们的办公公司 这边的办公室漂亮 然后咖啡啊什么东西 应该都是基本的 然后view 我们在新一区 view什么也都还不错 所以环境我觉得工作起来是还蛮舒服的 然后整个文化就像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 我觉得是很开放的 没有人去管你 一切都是你要有很好的知识能力 都很弹性 都一切都是你自己在控制 所以我们大概的工作内容的环境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然后 然后还有人问说 我们的工作岗位是不是有科系的限制 这边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说 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们的job description 都会写很多很多 我以前也跟大家一样 我们看到那些人就会说 这个不可能 我不可能有那么厉害 其实你只要看job description 里面有几个是你符合的 那些就是你的专商 你的skill 你就聚焦在上面 你就不要怕 你就提出申请 对 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履历的审核 会有phone screen 会有interview 对 我们就一关关锅 所以我们其实 虽然我们会有工作科技的限制 skill 但是你假如看到那个job description 你有几个skill是你符合的 你觉得你还蛮有信心的 然后你信心力也ok 那就是勇敢去申请 对 我们不会说 你是气管系背景的 所以你不好意思 你不能来申请 没有 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非 非那个CS相关科系的 我们有 我记得他有学 我们人家有学材料的 原本以前学校是学材料的 然后也有是 心理系的 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最后都是看大家的skill 你只要在那个统面 例如说 你在BGDA领域 你这Hadoop很熟 或是你是Linux的专家 这些都ok 那些东西都只是job description上面的描述而已 你就可以 你都可以提出申请 这样子 然后申请CustomerGeneer的必备技能条件 那我们刚前面有一页是讲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profile 所以说假如你对MySQL很熟 Diabase 你就可以申请Diabase profile的 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技能条件 而是你只要看那个job description 有什么能力是你觉得你拥有的 你就可以提出申请 这样子 最后一个的话 最后一个搜集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去做training 那我们这边 大家一进来都会有三到四个月的training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我一上线我要叫Mai推上火 可能你就要面对客户 不会 我们设计一连串的NewHiretraining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线上课程 大家都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熟悉 我们也会有排mentor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环节 然后我们除了大家的线上学习 我们很多的NewHiretraining都是真人授课 不会是那种一讲你拍一整天的录影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就有很多internal的resource 很多internal training video 都是大家可以去利用的资源 对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 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同事 不只是local台北的 你可以跟WN同事西雅图 Captown跟很多其他Site的同事 甚至讲会讲日文 我们在日本team也有同事 都可以跟他们讨论 学习 这样子 所以这几个是我们在 webinar前收集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现在看看我们 我们现在看线上大家提到的问题 我来看 有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帮帮回答的 OK 刚刚有一个人提到说 假如现在在读博士班 可不可以先投 那这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跟我们的 recruiter聊看看 他们应该都会帮你做对应的安排 对 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现在 萤幕上面的两个email 可以寄信跟他问 然后你可能会 有一个人问到说 Case的数目会不会所谓是业绩 那当然就是 你像你们 假如做开发的developer 一定会有基本的kpi 你们就是project-based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当然我们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说 我们会设的那种 例如你一个月要解100个 跟机器人一样 这不用担心 我们设定的goal 都是非常 非常 大家不会说需要拼死拼我才能去达到的 的那种goal 而是我个人觉得 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以前我根本不会去在意那个goal 因为那个很自然而然就达成了 你一天上线 然后你解个两三个Case 两个Case 一个月 那个goal就达到了 反正那个goal对我来说 根本不是重点 而是我会觉得 我每天做Case过程中 我面对不同客户的问题 有人帮他们解决 这是会有一种成就感 重点是 我觉得很有趣 你也许你100%的Case里面 可能有两三成是重复的 那重复的话 你当然知道怎么解决 很快就可以解掉了 但是这样七八成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设定 不同的客户环境 这些都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以前都会觉得 我以前 每天工作时间过很快 我觉得工作时间 过很快是很不错 再把你做得很充实 然后你非常沉浸在你做的事情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Case Result 不够 但是这个goal 我个人觉得不会造成的压力 至少我觉得一般的决定 我们的同事都可以找到 直接不能点 不会因为说 我这个月一直被这个数字 压得打好辛苦 好辛苦 不会 这样做的话 其实真的就太累了 这样子 好 有人有问到说 我们是以顾客为重的工作形态 会不会需要业务性的专长 你提到的应该是我们的Soft skill 那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Case Result 很特别就是 我们除了重视technical skill以外 沟通方面可能也是我们会想要去 会想要去着重的地方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没有大家像业务一样 像SA一样那么会讲 而是你只要能清楚 有逻辑的把一个问题 改达给客户了解 其实就OK了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沟通协调 这方面的话 都是很冷静 然后可以有逻辑的 很有组织性的做沟通 就可以了 不会是说我们要你的口才要非常厉害 才能在身边的工作 不太可能 我们还是以Skill是最重要的 然后Soft skill的话 我们当然也是一样重要 但是我们的 不会 百分比没那么高 我们希望你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就好 因为很多东西是 你没有面对过客户 你不会知道 你面对以后你就会去学 慢慢去成长 去改变 所以你的Skill Case skill也会越来越好 对 很多人会问说 会不会适合应届毕业生产的 适合应届毕业生产的 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是New graduate 就是刚毕业进来的 所以其实你们在学校一定都会学 像 你可以 Nelki的东西我们以前记载什么东西 一定都会有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Nelki的概念 所以搞不好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 又或者说你以前在学校有打工 有帮实验室保持你们的环境 所以你对Linux的Admin很熟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拿来用的 不然的话就是你在大学做Project 做专案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那个林语的专长 那些都可以你拿来 对跟我们的JR Description 它要哪个是符合的 也许你是分散式运算 那很适合就做Big Data 就算你不守Hardupper 但是你分散式运算的概念 其实你要去学我们的Service 上手应该很快 所以不会说 我是不是在学校就一定要学MiseeGo 要学Hardupper 要学Nelki要很深 我会说IT手都要非常的熟 等等这些其实不会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限制那么多 而是去看看自己手上 那你先去看看你觉得 好我现在讲出来我的Skill有哪些 那Skill我可以make it到我们的哪几个Raw 然后你就可以提出升级 那假如真的有不符合或是不足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回来再准备 因为我们的Team持续在成长 机会一直都会有 英文能力不好的话 英文能力的话 我不会说英文能力 我会要求说你多赢的托福要到多高多高 英文要讲很厉害要很流畅 还是会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到的是Amazon AWS是一个外商的环境 我们当然有很多讲中文的同事 但是同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同事组成 都是国外其他Site 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说在这边发展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英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不光是你来Apply我们的职位 你去其他的公司 我相信英文也是会通整重要的 好的英文能力 例如你可以交到其他Site engineer的好朋友 你们问问题会更容易 更多人可以讨论 或者说你在做Case的过程中 你有可能会开Internal Tiki 给Service Team 给开发团队 你可能会跟他们有议题有call 那当然你不可能进去说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讲什么 或者是我讲的他听不懂 你们这样就无法帮客户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求到说要多厉害的英文能力 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基本的沟通能力 那假如你有基本的沟通能力 其他东西可以进来在磨练在学 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在工作以后 他的英文就成长很快 对 但在房地下都会有很多的刺激 会刺激你去做更多的自主学习 去加强自己付出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英文我英文是不够好 所以不能申请 你只要觉得英文 读或是写 就是基本的都没问题 然后可以做沟通 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而加上我们Intel很多的training 我们很多的material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有相对应的那个阅读 或是说的能力 对你读Intel document也会有帮助 好 证照的话我会觉得 证照对interview来讲的话 我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但我会觉得NEO Certification 对我们来说是个肯定 NEO有一个基本的skill 但是你要怎么 那只是一个门槛而已 你剩下的话还是要看你怎么去展现你自己 你有这方面的 的专场 对不对 例如说你可能考到我们的SA associate 好 那可能你对我们的 其实很多的基本的服务都有了解 那这个东西就会在你的Forecreen 或是你的Technical的interview里面 去展现出来说 你是真的对我们基本的S3 EC2 VPC这种基本的 是有基本的了解 所以不会说 不会说因为你有certification 都加五十分起跳之类的 不会有这样 一切还是要看你在interview里面的表现 有人问说读研究所是不是必要的 研究所应该不会是必要的 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看你的skill 以skill来看看说 你能不能在这职位上面做出贡献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 这些的话你就可以投语力 或者是直接寄email到我们这两个信箱 来讨论 来询问这样子 好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写 有些问题可能是比较 这边不方便跟人家讨论的 你就可以直接用email 跟我们旅顾的来做询问 这样子 我这边会先看 我当下可以帮忙的部分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一般都还是 找就是在台北的 还有Dublin的 正值的高什么原因 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不同的position 在其他国家 那这些的话就是要 你就可以去我们的 Amazon Job上面去投评 然后他们会跟你说后续的安排 这样子 我们这边还是在我们这三个地方的 的职权 有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在问实习的细节 其实时期的部分的话 进来的话 你觉得你要工作哪几天哪几个小时 这些都可以跟你的manager谈 这都很难性的 我有说你一个礼拜一个月 要进来几天等等之类的 对这些我也有一个 honey meet的都是可以很open的 跟你的manager做讨论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面试的话就会回到刚刚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fone screen然后fone screen完以后 resume fone screen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root interview 那root interview的话大家在网路上应该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interview大概会有四到五个 等等之类的反正是多余的interview 所以应该你最少会有三场到四场的interview 这样子 好信资部分的方面的话我就比较不方便在这边做讨论 然后其他的话我看应该 应该都有回答到 那那不然的话我们就 然后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也到四点五十五分的 那假如大家在对这个roar 对我薪资或是其他的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寄信到这两个email 他们都会帮你做解答 那我们今天的 的sharing就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时间也谢谢Tim 谢谢Mar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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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